提到关羽,世人皆不免想起那个生情于尽,水焰弃军,一时之间威震滑下的将军,也不免皆探如此威名赫赫的一代虎将,会因为大义是荆州败走卖城,走投无路,兵败身云。 但是,关羽失了荆州真的单单由于其大义所导致的吗?这似乎从关羽死后的两百年左右至今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认识。 然而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,其绝对不是单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,其必然存在支撑这样一个事件爆发的内外客观条件。 在长沙走马楼五简的出土后,我们从竹剑中的21个字里,再次证实了关羽之死并非仅仅是大义而已。 公元2019年,关羽北伐相反,连连得手,围困曹人,水烟渝尽弃弃军,斩庞德。 一时之间,把曹操逼得甚至要迁都,拉着自己年过六旬的身子,拖着自己的同族兄弟下后蹲,结解了半个国家的兵力,仕途南下拦截关羽。 关羽和曹操这边杀的天昏地暗,孙权这边也没有闲着。 孙权君主向来是三国之中最为务实,哪边能够有利于吴国,他便向哪边靠。 在关羽和孙权撕破脸皮后,孙权顺利成章地和曹操勾搭在了一起,魏吴之间为了联合打败关羽而互相利用。 关羽势入破竹之时,危机在后方也悄悄显现,主力北上,后方空虚,兵家之大忌。 接而后面就有了吕蒙白衣渡江,来到了关羽的后方,使得关羽的地盘一夜间如雪崩斑丢失。 身处前线的关羽无心在战,最后败走卖城,落得了个兵败深运的结局。 我们往往将关羽的败走跪接于后方的空虚以及用人不当。 使用弥方和富士仁二人不战而降底,使得南郡落于孙权手中。 实际上,南郡和公安两处的失守并非导致荆州全县沦陷的真正原因。 而是南郡公安两地降无后,竟然引发了一系列海啸般的连锁反应,荆州全境七郡一百一十九亿,进阶望风而投。 并且在关羽丢失根据地决议涉军南下与孙权相斗夺回荆州时,一路上军队数量越来越少,几万大军几天的时间土崩瓦解,最终在孙权的埋伏中寡不敌众而被杀害。 我们不仅有些疑惑,为何谜方、富士人的倒戈会造成荆州全境相敌的后果? 为何关于士兵御图夺回荆州的过程中,士兵四下溃散? 长沙走马楼无间的出土,使得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了彼时荆州的真实情况,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读视角。 三国时期,长沙属于古荆州地界,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称,其常常在考古工作中发掘出许多极具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物史料。 1996年11月,在长沙无意广场附近的工地上,意外发现一篇带有蚊子的木板。 考古团队的仔细查看后发现了,这是三国时期无国的文物。 经过一系列的抢救发掘,最终发现了大约14万片的木片。 这种木片称之为剪毒,是一种用来记录的文书档案。 走马楼无间便是当时孙吴当地的政府机构用来记录的一种档案形式,在地底下历经1700多年的岁月变迁,再次重现人间。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,这些竹简记载了当时无国荆州地区下属各郡县的赋税、户籍、司法等情况。 这一出土对于研究三国东吴时期的历史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。 走马楼无简中的信息显示在公元29年之后,蜀军进阶退出了长沙, 恰好于史料所记载,孙吴杀掉关于逼退蜀军的时间吻合,亦反证实了史料记载的真实性。 上中下品户数伯,其其户为上品,其119户下品,这是逐简上被发现的一段文字。 专家们通过研究可以大概得知如下的信息。 在彼时,荆州城内的百姓被分为三类,对应着上中下三品, 其中上品的意思极为富户,下品也就是普通穷苦的百姓。 深入研究相关的主简信息后发现,在关于雄聚荆荆时期, 荆州地区穷苦人民的户数占到了约莫总户数的28%, 并且富户与穷户之间的财产数额差距极大,贫富差距极为严重。 更为严峻的是,在关于尚且掌握荆州的时候,富户和穷户之间虽有矛盾, 但却井水不犯河水,而在关于出兵,征伐曹魏的童年, 上品和下品之间就爆发了严重的冲突。 可见关于掌管荆州之时,表面上太平世界上早已暗流涌动, 荆州内部社会矛盾那时已颇为激烈,荆州的内部问题如此严峻, 关于却依然预途带兵征讨,这自然便留下了安全隐患, 并且给孙吴、曹魏带来了机会。 我们知道荆州其实一开始是刘表的地盘,建安市三年的时候, 曹操起兵南征想要一统全国,这时候刘表已经死了, 刘表的次子刘从投降曹操,赤壁大战后,刘起成为了荆州墓, 但是刘起不久后就病死了,刘备才被以众人推举为荆州墓, 但是刘备在接替刘起的位置后,实际上他和原刘表手下的荆州水军, 陈辽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矛盾,毕竟在刘表在世时期, 这些人就一直认为刘备有窃取荆州的意图, 这意味着实际上刘备关羽在荆州的统治根基并不深厚, 这也就为后面荆州军队的叛逃买下了伏笔, 以走马楼无件上的内容为证, 军顾立,东阳里,增丁一万,建安二十四年,秋,判出走, 这句的意思是在东阳里,关羽在荆州当地招募了一万军队, 但是等到建安二十四年的时候,也就是关于北伐那一年, 这些当地招募的士兵全部都叛逃了, 综合判断,在关于北伐后, 荆州的内部问题给了孙武方面施展的契机, 首先是荆州的驻守的将领们与关羽皆有一定的救戏, 而荆州内部的百姓们也并不安稳, 使客预备着爆发冲突, 因而在吕蒙携军秘密赌江以后, 甚至都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, 仅仅派遣于藩做说客去劝说一番, 富士人,弥方等一众将领就都投降了, 并且吕蒙偷袭荆州以后, 对于当地的人民更是以礼相待, 秋毫无犯, 基于种种抚恤,安稳民心, 当地人民也就压根没什么反抗了, 就好像推翻了荆州的多名诺骨牌, 荆州属地, 进阶降敌, 五简上记载曰, 与使人与蒙相闻, 与人还, 私相闻训, 闲之家门无恙, 见代过于平时, 故与力士无斗星, 也就是说, 在吕蒙偷袭荆州以后, 关羽派遣下属前去质问吕蒙, 下属回来以后, 私下之间相互交流, 知道士兵们的家眷大都安然无恙, 而后就都丧失了斗志了, 三国志中有相关的记载, 先驻刘诸葛亮, 关羽等去荆州, 降部族数万人入一州, 刘备让关羽诸葛亮等人聚守荆州, 自己则率领数万尖锐士兵进入了一州, 因而关羽北伐前大肆征兵, 其所征的大多都是荆州本地的民兵, 荆州是交通要道四战之地, 各方势力都曾经在荆州统治过一段时间, 这些势力来了去, 去了来, 百姓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忠诚于他们, 只求他们不祸害人就行, 毕竟生逢乱世, 世间小民的愿望无非就是能够安稳生活, 有益栖息之地, 回过头来, 关羽的士兵大多为荆州本地士兵, 其大多一家老小都是在荆州的, 由于荆州当时实际上尖锐的内部矛盾, 民众上下品之间冲突不断, 吕蒙仇准这个机会在入荆州后, 及时抚慰各方民众, 深得民心, 荆州城四方皆祥, 而关羽的军队中, 这些土生土长的荆州士兵们, 本就不情愿抛弃妻子, 长途跋涉去搞什么北伐, 听闻吕蒙对自己的亲人都这么好, 自然就斗志全无, 纷纷跑回荆州城去了, 吕蒙首当高明就高明在, 仇准机会巧妙地缓解了荆州的内部问题, 这使得本就在荆州根基不深的关羽, 直接在吕蒙入城后, 变成了一个荆州的局外人, 历史从来都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, 弥方与富士人的倒戈, 只是压垮荆州的最后一根稻草, 其内部早已日益激化的民生问题, 或许才是关羽施荆州的根本原因, 关羽施荆州对于蜀国的打击无比巨大, 甚至可以说关羽之死, 称得上是蜀国由胜转帅的标志, 龙中队中可以看出, 诸葛亮对于蜀汉的预先策划, 外劫孙权,内修整理, 等待天下有变, 从荆州, 益州发兵, 夹击卫国, 关羽原本应当要做的是内修正理, 外劫孙权, 但从荆州日益计划的内部矛盾来看, 关羽并未做到内修正理, 从孙权联和曹操偷袭荆州来看, 其孙权也并未解好, 事态发展不尽人意, 刘备虽占益州, 关羽却失了荆州, 从而使得龙中队中所策划的第一步, 跨越惊异直接流产, 关羽之死给刘备留下了一个烂摊子, 蜀汉最终都未曾找到出路, 依然走上了负面的道路, 关羽之失荆州, 绝非仅仅是由于大义所致, 失荆州是大势之所趋, 即使吕蒙未曾进行渡江偷袭的行动, 荆州内部恐怕遥由于种种暴动而易主, 荆州仍然是难逃一失。